中國大陸洪災形勢逼人 不僅三峽大壩被迫開閘泄洪 其他省份的大小水壩也不得不開閘放水 安徽的王家壩因為匆忙泄洪 下游百姓根本是來不及收拾水淹家園 然而陸媒卻宣傳說 安徽人民自願打開家門敘洪 是蛇小家 保大家 安徽省境內被譽為千里淮河第一閘的王家壩 7月20號開閘泄洪 據瞭解 7月20號王家壩接到命令 十三孔閘門全部開啟 向淮河猛挖旭洪區進行分洪 今天就用的洪水的聲音了嗎 這不是洩洪 是敘洪 敘洪是把自己家的大門打開 讓洪水流到自己的家裡來 數十萬安徽同胞的家園就這樣變成了一片澤國 我們也不需要一美之詞 因為我想換作是你們 你們也會和我們一樣做出同樣的選擇 網友說 真的是無言以對 這腦袋真的已經被剽洗的徹底 怪不得高官明星們全都把孩子送國外讀書 這共產真的把中國人變智障腦殘 中國變人間地獄 根據大陸媒體澎湃新聞報導 這次懷俄流域的王家壩開閘放水 影響猛挖旭洪區內生活的17萬多人 卻只轉移了2000多人 不少農民種植的作物被洪水淹沒 這是網友在官方準備泄洪 並聲稱民眾自願旭洪前拍下的視頻 中午媒體不斷地宣傳 安徽王家壩開閘洪15次 安徽人從來沒有說不 安徽人以大局為重 這次大陸媒體還聲稱 上保河南 下保江蘇 安徽謝謝你扛下了所有 7月21號的安徽 災民在河岸邊搭起雨棚 網友質疑 安徽既然有15個蓄洪區 那每年雨季都應準備要蓄洪 為何不規劃安置村民的地方 最起碼要有帳篷吧 救助金去哪兒了 救助物資去哪兒了 網友說 泄洪不會提前通知 不然民眾會要求賠償 如果說是天災 給兩包方便麵 民眾都會感恩戴德了 網友說 可憐的安徽人 只能接受家園被蓄洪的繼承事實 至於如何決策的 他們從來無權過問